空服員窄門南進 過去華航偵才 每年都有上千名新鮮人 希望擠進 不過離開的也不少 背後大有原因 現任空姐苦嘆 根本已經淪為廉價勞工 這樣20年過後 我們的物價水準 一直不斷的提高 但是我們的出差費 卻始終維持 一個小時兩塊美金 和一般勞工的工時 150小時相比 華航近年來 更將工時上限 調高到220小時 華航空服員發動罷工 戳破業界不能說的秘密 國內其他民航公司 不是不說 而是根本沒有工會 以華航空服員的薪資來看 華航旅程津貼 一小時只有2美元 但香港國泰則有三倍之多 薪資8萬元 高於華航 福利條件落差極大 阿聯酋前空姐 也跳出來聲援 要睡到有8個小時 那維持我們組員的 腦袋的清醒 和體力的狀況 那如果說像你現在 華航的報時的話 它其實中間是偏短的 假設說是以中間 兩個時差 是以10小時來算 那扣掉你的交通往返 跟你的打理 那就基本上 大概6個小時 5個小時 可能是你的maximum 像是阿聯酋 超飛短程線的空姐 兩個航班之間 至少會有12到14小時的休息時間 但依照華航現行規定 上班超過6小時40分鐘 只可休10個小時 休時明顯被壓縮 包括新航日航 歐美的其他多家航空公司 也都會讓空服員 有充足的休息時間 除了避免服務品質大打折扣 疲勞飛行問題不解 恐怕連帶影響的是飛航安全 記者謝軍眾 李文科台北報導